国变等一个人咖啡 上饮不到三周 就拥有破两亿的好票房 在香港 马来西亚也都开出了好成绩 清宫记者会现场 敲破冰雕 又喝香槟 毫不热闹 剧中客串演出的周慧敏 黄一飞 林国斌 也特地从香港飞来清宫 而九把刀 跟在剧中客串演出 铁头公大师兄的黄一飞面前 嗨到唱起了少林足球的主题曲 少林足球好耶 真笔好啊 少林功夫好耶 真实棒 除了大秀歌喉外 九把刀也聊到 当初选角的过程 会大胆启用素人布鲁斯 当男主角 今时因为他和曹赫 又天然呆 听到九把刀这样赤裸的回答 也让布鲁斯冲到不行 我觉得布鲁斯 在我们进公司的时候 我们写了一份 关于智商的测验 对他是唯一一个 不满30分的人 然后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对 他是很努力锻炼他的身体 来弥补他智商的不足 你觉得在片中是身材取胜 还是眼睛取胜 诶 好像 都有咯 应该都 就留给大家评论好了 这就是这样的问题 看来布鲁斯的天真个性 正是九把刀要的特质 而众演员们 一字排开 一个一解 大有来头 也难怪 等一个人咖啡票房 能够迅速破一啦 待会儿 待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